我们今天开始祝日的崇拜 请弟兄姊妹们 如果你没有事风的话 请把你的手机关闭或者改到正音 请免打扰我们的崇拜 首先就是很欢迎大家 还有来事项报告 今天是圣灵降临节后第三主日 欢迎大家参加主日崇拜 那今天呢我们也需要呢 共同餐餐 请大家参加之前先将你的饼与杯准备好 很感谢刘金竹目 先一起参加我们的崇拜 并分享信息 那今天崇拜以后呢 我们不需要离开 现在用这个链接zoom哦 我们可以继续参加这个zoom的链接 那不在这个期间呢 还有这几天呢 有什么事就请我们 请大家呢 跟Wiki还有伊瓦这两位共同主席来联系 那如果在崇拜方面的事项呢 就跟我们的伊万姊妹来联系 那护士很快 星期二就回到他的工作岗位了 其实他已经回到了 那还有一些带导的事项呢 就是为我们教会身体欠安的弟兄姊妹们啊 还有为刘牧师和他的家人的健康 还有他在退休后仍然在本教派服事的事工来打杠 那当然最重要我们也要为世界各国的疫情得到控制 也为这个疫苗普及的施了 还有当然为我们暑期班的功课是所有的事工 同工还有师征来祷告 谢谢大家 接下来宣造时间 你可以打开你的microphone 一起来回应 谢谢耶和华 歌颂你至高者的名 祝神宣扬你的信心 祝神宣扬你的信心 祝神为你是 耶和华 你的工作何其大 你的心思及其心 二人闹圣如草 一切作孽之人花旺的时候 正是他们要灭亡 都永远 依人要花旺如中树 生长着你花的花旺如中树 花旺如中树 圆女的圆女的圆女的 他们年老的时候 仍要接果子 要满了 实际而长花青 好典明 我说是正直的 都是我的个子 对她的后面 和同不不义 今天,Mickey跟Bee Qua先上一首《我用道道来到主面前》。 有很多人会像我那样。 有很多人好像我一样。 我很多年来,很难持续有恒心去祷告。 我好多年来,难以持续更有效地祷告。 有时我出于好心地为别人代讨, 亦都会时常分心或者发怒斗。 至时我初期好心地祷告, 也常在祷告期间分心或发闷。 或者我的祷告内容一成不变。 或者是祷告的内容一成不变。 但我知道上帝其实已经监察了我, 他也知道我内心的祈求是什么。 但我知道上帝其实已经监察了我, 也知道我内心的祈求是什么。 即使我没有向主祈求, 其实我的心思意念上帝已经清楚明白。 但是我知道上帝对我的要求其实是更高的。 但我知道上帝对我的要求是更高的。 他要求我更加亲近他, 他也都喜欢我用祷告与他沟通。 他要求我更亲近他, 也喜欢我以祷告来与他沟通。 主啊,求你原谅我有很多事情做得不够好。 主啊,求你原谅我们有很多的事情做得不够好。 但是我深信当我用祷告来到你的面前。 但是我们都深信, 当我们用祷告来到你的面前。 终然前面有多少的困难, 你都会带领我们走过。 终然前面有多大的困难, 你都会带领我们走过。 在我眼前走到你的面前。 你都会带领我们走过一下。 这是我们将发生了一段时间。 但是我们发生了那些困难。 我们一起走过来。 独立字挑起来到那里边有些慘动。 更快了。 是那么快了。 并不停转来。 我用祷告来到主面前 我要捐心去捐意 放弃着转强的心 转心也回向你 当我祷告时候 我恳切祈求你 你所所作的 沉默我心所求 当我祷告时候 你双手来一致 安慰要扶起 是又想变成欢喜 当我誓知 无论我只是 我要完全遗憾 是又想变成欢喜 当我祷告时候 我恳切祈求你 你所所作的 超过我心所求 当我祷告时候 你吃力量勇气 将交往你 十万我都会生你 当我祷告时候 我恳切祈求你 我恳切祈求你 你所所作的 我恳切祈求你 超过我心所求 当我祷告时候 你吃力量勇气 我恳切祈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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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我们感谢祈求你 因为你就是平安 你也是给我们平安 在这世上 有许多嚼嚼 包括新冠疫情 枪支的问题 种族仇恨的问题 还有许多 无法解释的苦难 因为我们每个人 都担负着 不一样的重荡压力 我们或许有许多的 不平安 但主啊 你却叫我们放心 因为我们还没有 向你呼求之前 你已经知道 我们的需要 主耶稣 当我们感到 彷徨无助 不安 的时候 我们不再害怕 我们 会记得 我们 我们抬头 仰望 向主 你呼求 向主 祷告 因为我们 知道 神 你在天上 必会聆听 我们这样子的感谢 与祷告 是奉靠主 耶稣 基督的名求 Amen 让我们一起 来念这个 使徒信经 我信上帝 全能的福 当做天地的全主 我信我主 我属于基督 基督上帝 独生的独生 第三天 从死人终福 升天 再再全能 赴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瓦里 的灵 审活活人死人 我信 圣灵 我信 圣公 教会 我信 圣徒相通 我信 罪得 赦 我信 身体 福 我信 我信 Amen Amen 今天的经文 记载在 征言 第三十章 七到九节 征言三十章 七到九节 我求你两件事 在我为死之间 不要不赐给我 求你使虚假 和谎言远离我 使我也不贫穷 也不负责 赐给我需要的饮食 恐怕我饱足 不认你 说 耶和华是谁呢 又恐怕我贫穷 就偷懒 以致 亵渎 我上帝的名 这是上帝 跟我们的话语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现在有请我们的 刘京福牧师 为我们 震报 牧师要开麦 麦的麦克风 时间过得真快 时间过得很快 大概有十一年了 大概有十几年了 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一起敬拜上帝 我们后时间和大家一起敬拜上帝 也一起来分享圣经主的话语 也都一起来分享圣经的话语 那我们同心祷告 我们同心祷告 天父上帝 愿我们众人的默想 和你仆人口中所传讲 为民弟兄的传语 都在你的面前蒙你欢喜 阿们 你有没有向上帝求过什么事吗 你有没有向上帝求过些什么呢 如果你有求 那么你曾经求过多少件事呢 如果你有求的话 你求过多少件事呢 今天的经文讲到 阿古尔向上帝求两件事情 今天的经文讲到 阿古尔向上帝求两件事 为什么他不求一件 求两件事 为什么他不求一件事 要求两件事呢 是不是他贪心 要两件 一件不够 是不是有些贪心呢 一件不够要求够两件 如果他求三件四件 那不是很贪心的吗 如果他要求三件四件 那不是很贪心呢 为什么有人会觉得 他求两件事就有贪心的一个嫌疑 为什么有些人会认为 他求多一件事 就会有贪心的嫌疑 那是因为他这两件祷告 祈求是在真言这卷书里面 因为他祈求的两件事呢 在真言这一张书里面 因为大家知道真言戒卷书 大多数都是所罗门王写的 大家都知道真言书 是大多数都有所罗门王写的 那只有很少几张 是另外一些人写的 只有很少几张 是另外一些人写的 那今天这一张 第三十章是这个亚古尔写 这第三十章呢 就是亚古尔所写的一张 那么最后一章呢 三十一章呢 是以目利目以乐王写的 最后一章呢 就是说第三十一章呢 就是以目伊勒写的 尼目伊勒写的 所以在这个真言书里面 因为大多数都是所罗门王写的 因此我们会想到 他这个求两件事情 有这个贪心的嫌疑 因为这本书大多数都是所罗门王 向上帝祈求过的 我们知道 所罗门王 曾经向上帝求过一些事情 我们知道所罗门王 向上帝祈求过一些事情 那这件祈求呢 是记载列王 记上第三章第四到十五节那边 所罗门王是向上帝祈求的呢 他在记载列王记上第三章四到十五节 上帝就问所罗门 你可以向我求事情 上帝对所罗门说 你可以向我求是 那我就会赐给你了 你愿意我赐给你什么 你就求吧 我就可以赐给你 你愿意求什么 我就赐给你 那所罗门求 多少件事情呢 但所罗门求多少件事呢 因为上帝没有说 你只可以求一件 上帝说你求吧 我就赐给你 但上帝没有告诉他 你只是求一件的 他说你求多少 我就会赐给你 但是他只求一件 但他只是求一件 那大家都熟悉这个故事了 他求一件 就是求智慧 但大家都熟悉这个故事 他只求一件 就是智慧 上帝听了他祷告以后 觉得有一点惊讶 上帝听到他的祈求之后 他有一点惊讶 为什么你不求长命百岁 为什么你不求长命百岁 因为做王帝都喜欢 长生不老 因为皇帝都喜欢长生不老 我们中国的历史 那个秦始皇就要求长生不老的药 好像我们中国的历史 秦始皇帝要求长生不老的药 做王帝希望在这边 做永久的王帝 不会死 求长寿百岁 所以皇帝都是他要做皇帝 他就长生不老 最好不要死 所以他没有求长寿 但是他没有求长寿 他也没有求永华富贵 他也都没有求永华富贵 因为做王帝如果又有钱又有司令 那就是可以称霸世界了 但是如果一个皇帝他又有钱又有势力 他就会可以侵霸世界 他也没有求上帝把他所有的敌人全部杀死 但是他也都没有求上帝将他所有的敌人杀死 因为你是一个皇帝有邻国 有时候国与国之间会打仗 因为你是一个皇帝 很多时候国和国之间会打仗 所以打仗起来 当然要我这边胜 把对方打倒 但是如果打起来 最好就是我打赢 他都没有求这些事情 但是他一点都没有求这些事 他只求上帝给他智慧 他只是求上帝给他智慧 判断民间各种的松势 他汉兴了世界上所有的事 上帝听他求一件事 上帝听他祈求只有一件事 上帝就告诉他 其他那些你没有求的我都赐给你 上帝就说 虽然你没有求其他的事 但我都会赐给你 所以因为这个背景 所罗门只求一件 那么亚古尔求两件 所以大家以为他是贪心了一点 所以在这个方面 我们看到 所罗门王只求一件 而亚古尔求两件 好像觉得他是贪心 所以我们要多认识 亚古尔这个人 到底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是不是一个很贪心的人 所以我们就要认识 亚古尔这一个人 是不是一个贪心的人 那他写了这篇真言 前后一共有33节 他写了真言这张书 前后一共33节 他的名字叫亚古尔 他的名叫亚古尔 意思就是他是一个故宫 或者是一个仆人的意思 他的名的意思就是一个故宫 或者是一个仆人的意思 看来他有两个学生 他有两个学生 一个叫乙贴 另外一个叫乌甲 一个叫乙贴 另外一个叫乌甲 他就说 在这个第二节 他就说 他是一个很愚蠢愚笨的人 在第二节那里 他说他是一个愚蠢的人 没有别人那种聪明 他是一个很笨的人 他没有人那么聪明 他很准很笨 他是不是真的很笨 但他一点都不笨 那我们看他不是笨的人 因为从他 从这个所写的 由第十节到第三十三节 所写的东西 我们看出他不是一个很笨的人 反而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 但我们从他写的 在第十节到第三十三节来看 他不是一个笨的人 也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在这些经节里面 他写了一些什么事情呢 在这个经节里面 他写了些什么事呢 大概我想有四方面的 林牧师说他有四方面的事情 第一就是他对这个社会各阶层人的观察 最少他有观察了十六种人 他在这个社会上面 他观察最少有十六种人 他也看这个自然界 这个动物和这个昆虫 他至少对五种动物 五种昆虫 有这个相当的认识 他也都对自然界有观察 他最少对五种动物 和五种的昆虫 有他的看法 他对这个海啊 水啊 火啊 也有他的观察 他对海啊 水啊 火啊 他都有观察 一个人能够对人 社会 对这个自然界动物 有这些观察 他应该不是一个笨的人 既然他对这个社会上的各阶 和这个观察 就显明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 他是很全息说 我是一个很笨的人 其实不是一个很笨的人 很聪明的人 他常说自己是一个很笨的人 但其实他不是笨 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他也说他没有学好这个智慧 不认识自上自胜者 就是不认识上帝 他自己也说过 他从来没有学过智慧 甚至不认识上帝 他真正不认识上帝吗 其实他是不是真的不认识上帝 其实不是 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人 其实不是 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信徒 我们怎样看出他是一个虔诚的人 我们怎样可以看出 他又是一个虔诚的人呢 就是他在第四节那边 他问了六个问题 在第四节那里 他问了六个问题 这六个问题是什么问题 这六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 第一 他说谁升天又降下来 第一就是 谁飞风在掌握中 谁包这个水在衣服里面吧 谁立定地的四极 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他的儿子叫什么名字 他的儿子又叫什么名字 从这六个问题 不简单 回答不简单 这些问题就很不简单 他用这六个问题来 拷问他的学生 他用这些问题来考他的学生 当然呢 前五个问题的答案 我们对大家来说 是很明显的 前五个问题 对我们大家来说 都是很明显的 比如谁定地的四极 你我都知道了 因为虔诚的人 信上帝的人 认识上帝的人 就知道答案了 比如说 哪个地的四极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是上帝 但是把第六个问题 跟第一个问题连串起来看 那就很有意思了 但第六个问题 和第一个问题 原理上来就很有意思 第一个问题 他问谁升天又降下来 第一个问题 是问哪个升天又降下来 第六个问题说 他的儿子叫什么名字 第六个问题 就是问他的儿子 叫什么名字 那我想你 我都可以知道答案了 但是我 我们大家都会知道 这个答案 但是对雅古尔来说呢 但是对雅古尔来说呢 他那个时候能够 问这两个问题 一窜起来呢 已经可以看出 他意识到 在他大概一千年后 的一件事情了 在他那一个时期 他能够将这两个问题 来问起上来 连起上来 问 那么这个就已经知道 他是怎样的智慧了 耶稣是不是 从天上降生以后 又突破升上去呢 耶稣就是在天上面降下来 出生了之后 又升上去 耶和华上帝的儿子是谁呢 叫什么名字呢 耶和华的儿子叫什么名字呢 是谁呢 现在我们知道是耶稣基督 现在我们知道是耶稣基督 在雅古尔那个时代 他根本就不知道了 但是在雅古尔那个时候 都没有人有可能知道 所以从他问这些问题 我们看得出 他是个非常虔诚的人 所以从他问这些问题 我们可以知道 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信徒 而且他的虔诚是有深度的 其实他的虔诚是有深度的 特别我们从第五到第六节 看得出来 我们从第五节 从第六节就看得出来 那第五第六节 他怎么样说呢 第五第六节他怎么样说呢 他说神的缘与 句句都是练经的 神的话语 是句句都是言证的 投靠他的 他便做他们的盾牌 投靠他的 他就会做他们的盾牌 意思说会保护他们 做他们的盾牌 意思就是他会保护他们 做他们的盾牌 他要告诉 他的原意 你不可以加添 他说上帝的话语 你不可以加添 应该是对他学生说的了 他对学生说的了 恐怕他这辈子 你就选为说谎言的 所以我们看得出 所以看到他的虔诚是非常有深度 其实他不单对上帝的认识有深度 他也对阴间也有认识 他其实不是看他只是对上帝有深度 他对其他的都有深度 在第16节他讲到这个阴间的事情 第16节呢 他提到阴间的事情 阴间很可怕 他说阴间很可怕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阴间是永远不会满座的 所以谁来都可以 他说阴间永远不会港满了 阴间是很欢迎人去那边 阴间是很欢迎人去那边的 但是我们就很怕到阴间去 但是我们很怕听到阴间这种 更加不要说去那种 所以看到这个雅固尔 真的是一个非常虔诚 又有属灵知恢的人 所以我们看到阿古尔是一个非常偏诚 也都有很深的属灵的振徒 在他第二个祷告的时候说 求你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 这句话就看出 他真的不是一个贪心的人 从他第二个吐告 他说求你使我不贪穷 也都不会付足 这一句话呢 就表明他绝对不是一个贪心的人 我们对他这个背景 有一个认识以后 我们就来详细看他这两个祈求 我们对阿古尔的背景 我们熟悉了之后 我们现在就来看他的祈求 看看这位智慧又虔诚的亚古尔 他这两个祈求的意思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有智慧又虔诚的阿古尔 是如何向上帝祈求 还没有进入详细讲他两个祈求之前 有一点要非常注意 我们在看他的两个祈求之前 有一点是要非常注意的 就是他祷告这个时间点 就是他祷告这个时间点 他说在我未死之前 求你不要不给我这两件事 他说求我在未死之前 就不要赐给我这件 不要不赐给我 还没有死之前 还没死之前 那你想想看 什么样的年龄的人 还会想到这个未死之前这个念头 大家可以想一下 在哪一种年龄的人 有这个念头 就是说未死之前 年轻人会想到要死的事情吗 年轻人会不会想到要死呢 当然不会啦 因为年轻人就想说 我有什么梦想 又要大展宏图 世界是充满了希望 未来要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他根本不会想到要死的事情 年轻人就一天都是讲那些大展宏图 怎么样发愤 从来不会讲到想到要死 我想应该是中年 或者四五十岁 人生下半场的人 还会想这样的事情吧 是的 我们想到是那些上了年纪 或者退休的人 他们会想到这些 所以说雅图他应该是中年 或者退休了的人 所以我们想到雅图 当时是年纪比较中年 或者更大一点 因此我们真的可以想一想 到底我们要向上帝求一些什么事 所以我们大家都要这么想 究竟我们要向上求些什么 我给大家五秒钟 你想想你现在要向上帝求什么事情 刘牧师给我们五秒钟 快点想想 我先算了五秒以后 我再继续跟大家谈 刘牧师说他停五秒钟 等我们先想想 五秒你们想一想 到吧 时间到了 五秒 期间走了 你想求多少件事情 一件 或者两件 或者三件 或者有些人想得很快 五秒里面就想了四件事情 但是有些人就说了四件事情 我想你不必告诉我 你求多少件事情 你知道你求了多少件事情就好了 但是你不需要告诉我 告诉林牧师多少件 你自己知道求多少件就行了 但是我有另外一个小问题 要问大家 然后有一个小问题 问大家 有没有人说 没有 我没有求 我无所求 什么事情我都没有 不必求 没有事情 没求 有没有人说我没有求 我什么都没有求 我说我不需要求 如果真的是这样 如果真的是这样 意思是你无他所求 你就是没有其他所求 意思是说你如果现在死了也明目了 没有要求 但即使说我们现在死了也没有什么 那我们看看 那我们看看这个 雅古尔求的两件事情 我们现在看一下 雅古尔所求的 他的两件事是什么 第一 他求上帝说 求你是虚假和谎言远离我 第二 使我也不贫穷 也不富足 赐给我 虚用的饮食 第二 是使我也都不贫穷 也都不负足 赐给我虚用的饮食 我们看到这两个祈求 一个是所谓内在的 另外一个是外在的 我们看这两件事 第一件是关于内在的 第二件事是关于外在的 或者说第一件事情 是属于属灵生命方面 第二件事情是属于日常生活方面 第一件事就是属于属灵生命方面的 第二件事就是日常方面 两件事 第一件他说 求上帝使这个虚假和谎言远远离开他 第一件事就是求你洗虚假和谎言 就是说谎言远离我 为什么他要求这件事情 为什么他要求这件事呢 这个就是他对上帝的认识有深度非常深刻 因为他知道上帝非常深刻的理解 因为他知道上帝非常恨恶恶 七件事情 因为他知道他很深深地知道上帝是很厌恶 很恨这些东西 那么七件事情有两件事情 跟他这个祷告的内容有直接的关系 就是说谎言远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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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说谎的,远远离开他 尤其是当我们今天 我们有这个启示录这本书 我们读了以后 尤其是在启示录 我们读了之后 我们知道耶稣再回来的时候 会审判所有的人 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 他会审判世界上所有的人 有一些人会永远到 硫磺烧烛的火壶里面 有些人会被吊 吊到那个烧着硫黄的火壶里面 什么人会到那个火壶里面 什么人会吊到那个火壶里面 根据启示录21章第8节说 根据启示录的第21章第8节那里讲 有8种人会到火壶里面去 他说第8种人会到火壶里面去 那么第8种人就是说一切说谎言的人 所以他说第8种人 其实就是那些所有讲大话的人 所以亚古尔求上帝是虚假跟谎言 远远离他 他就表明了他真的认识上帝很深刻 因此会做这个祈求 所以我们看到亚古尔向上帝祈求 说要那些虚假和讲大话离开他 就知道他是很有很深的认识 和很深的天性 因为他知道上帝的内心非常憎恶恶 谢谢事 因为他知道上帝的内心是很憎恶恶这些事 第二件的祈求 第二件的祈求 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 赐给我虚用的饮食 他只是说求使他不贫穷 为什么他祈求这个祷告 为什么他要祈求这个祷告呢 他自己对上帝说明原因 他为什么求这件事情 他对上帝讲明了 为什么他要求这一件事 就是在第九节他自己讲出来上帝为什么我求这一件事情 就是在第九节他说上帝我为什么要向你求这一件事 他说恐怕我饱足不认就不认你了 他说恐怕我吃饱了之后我就不认你了 就说耶和华是谁 就说耶和华是谁 我很饱足了 耶和华你是谁 因为我太饱了 所以我说耶和华是谁 这个就对上帝有点藐视上帝了 这个就是藐视上帝 而且他又讲第二个理由 他又讲第二个理由 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 他说恐怕我贫穷就偷窃 以至于这样洩读了我上帝的名 所以他求上帝不要使他贫穷 也不要使他富足 所以他求上帝不要使他贫穷 也都不要使他富足 我们知道贫穷的日子是不好过的 我们都知道穷的日子是不好过的 至少有三个原因 穷人的日子不好过 至少有三个原因 说明穷人的日子不好过 第一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人穷的时候 你就要低声下去向人家求 哀求帮助 第一个原因就是说 如果贫穷的人 他们会低声下气 去求那些人帮他 那些富有的人 看到他来求助的时候 就会恶远 威吓他 如果那些富裕的人 看到他们来求 他们就会讨厌避害 为什么你贫穷 一定是懒惰 你来求我做什么 你穷 你当然很懒的了 你来求我做什么 这样的日子不好过 这个日子真的不好过 第二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就是穷人的兄弟 或者是他的朋友 或者是他的邻居 会讨厌他 会远远离开他 有穷人 那些穷富的人 他们的兄弟 邻居 和朋友 都会讨厌他 避开他 离开 远离他 因为穷人 上门的时候 你认为他会要 跟你说什么话 很穷的人 你知道他会跟你说什么 可以借我两块钱 可以借给我两块钱 买一个汉堡包 买一个汉堡包 所以上门来 求你 如果他常常来求你 我看第二天 他来的时候 你一定远远离开他 如果他天天都来 求你第二天 你见到他来的时候 你就会关上门走 第三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 真的这个贫穷 会逼一个人去偷窃 真的 贫穷是会令到一个人 逼一个人去偷的 因为穷到没有饭吃了 他为了要生存 他一定会偷窃 当他穷到 没得吃 没饭开 他就会逼着他去 偷窃 他不会说打借银行 他不会打击人家 那个要打贼才能够做到 他打击的 他都说 如果就是在旁边 那些叫贪口 卖一些面包 卖什么东西 他就是这样 偷一个 偷一点点 这样就吃了 如果容易一些 就在旁边那些小贪贩 那些地方 偷一些东西 当人家看到 你是个基督徒 那为什么你偷人家的面包 人家看见就说 你这个基督徒 为什么会偷人家的面包 那不就是 亵渎了上帝的名字 那就是 亵渎了上帝的名字 所以他求上帝 不要让他贫穷 所以他求上帝 不要让他贫穷 不过话又说回来 不过话又说回来 是不是所有穷人 都是会去偷窃 会不会所有穷人都会去偷呢 不 不是 不会的 有一些人 他能穷 自不穷 有一些人是人穷 自不穷 这样的穷人比较少数 这些穷人是比较少数 他要求上帝说 不要给他负足 他又祈求上帝 不要让他有负足 到底怎么样说才是负足 负足的上限是什么 到底怎么样是叫负足 负足的上限是什么 那英文有一句话说 英文有一句话说 The sky is the limit 天空才是限制 The sky has a limit 天空是没有界限的 所以负足是没有限制的 你要多少就一直求吧 所以负足 你有多少你就要求呢 亚古尔知道 这个负足的危险就在这边 所以亚古尔就知道 负足的危险 他说当我饱足的时候 我会不认你 他说当我饱足的时候 我就会不认你 我有本事了 他就不认识 耶和华的赏赐 是的 他说如果我有本事 我就不认你 我就会说 耶和华说你是谁 这个就是他做求的打告 这个就是他所求的 因为在这个希伯来言文那边 在希伯来的原文里面 这个饱足跟贫穷 这两个词是动词 在希伯来文里面 富足和饱足是两个动词 饱足跟贫穷 饱足跟贫穷 sorry 这动词 而且它的语气是逐渐逐渐的 它是这个动词 而且语气是逐渐逐渐的 富足是越来越多 或者这个动词的意思就是说 越来越多或者是越来越少 它的动词的意思就是越来越多 或者是越来越少 饱足是越来越多 饱足就是越来越多 意思是说财富越来越多 意思就是说你的财富越来越多 上帝求你不要让我的财富越来越多 上帝求你不要给我的财富越来越多 贫穷也就是越来越少 贫穷就是越来越少 少到什么都没有了 少到什么都没有了 那这是最穷的人 就是街头的流浪汉 这个最穷的就是现在在街的流浪汉 上帝不要让我越来越穷 穷到好像街头流浪汉那样 求上帝不要让我越来越穷 穷到好像街边那些流浪汉那样 给我每天的饮食足够了就好 给我每天的食物足够就够了 大家有没有觉得有点奇怪 他为什么不求第三件事情 或者不求另外一件事情 大家有没有奇怪到 为什么他不求第三件事 或者再求其他一件呢 求上帝给他长命百岁 求上帝给他长命百岁 他可以不求这件事情 他可以求这件事情 但是比如说你不可以求这件事情 他可以求这件事情 又可以求那件事 但是上帝没有说你不可以求 为什么他不求 只求两件 为什么他不求 他只是求两件呢 我想原因应该是很清楚了 我想现在我们已经清楚了 因为他知足了 因为他知足了 那我也看到亚古尔的祷告 这两个祷告的次序 我们也都看到亚古尔 祷告这两个祷告的次序 他先求这个属灵生命方面 求这个虚假谎言远离他 这个是属灵的方面 他求这个虚假和讲大话离开他 这个是属灵生命方面的 老大求这个生活物质方面 就是不贫穷 不贫穷也不富足 后面这个有关经济生活方面的 他就是说不贫穷也都不会富足 这个祷告的次序很重要 这个祷告的次序很重要 因为他这个次序就跟主耶稣 当时教导门徒怎么样去祷告的次序 完全一致 因为这个祷告 他的先后的秩序 完全是跟主耶稣教导他门徒 怎样祷告一样 完全一样 耶稣教导他们说 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 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 主耶稣教导他们说 你们不要为天日忧累 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求先求上帝的果和他的义 你们要先求上帝的果和他的义 那么这些东西就是吃喝穿 这些东西会增加给你 那么这些这样的吃着喝喝 这些上帝都会增加给你 所以雅古尔的祷告是非常有智慧的祷告 所以雅古尔的祷告是非常有秩序的祷告 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是一位听祷告的上帝 他一定会应允许雅古尔的祷告 他一定会随听雅古尔的祷告 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上帝是一位很慷慨施恩的上帝 我们也知道上帝是一位慷慨施恩的上帝 如果有什么事情在为死之先求的 他也会赐给我们 所以有什么事我们要在未死之前求上帝呢 他都会一定会赐给我们 我们从雅古尔的背景的环境来看他对上帝求这两件事情 我们从雅古尔的背景 和来看他向上帝求的这两件事 我们要学习他的智慧 我们要学他的智慧 我们也在今天看我们的环境 促情要怎么样向上帝祈求 我们也要看我们今天的环境 我们的处境向上帝祈求 今天这个处境 我想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处境 但龙牧师知道 大家都知道 我们现在的处境在哪里 是什么 就是这新冠病毒蔓延全世界 这个新冠病毒蔓延全世界 今天 而且又一波比一波更严峻 而且一波比一波更加严重 比如说大概在一个半月前 大约是一个半月前 这个新冠病毒在印度第二次爆发 大家都知道这个新冠病毒 第二波在印度爆发 单单在爆发的那一天 4月22日 单单单在那一天 在4月22日 新增的病例有多少 新增的病例有多少呢 有314835例 有31万 不是3万 31万 死亡的人数增加了2104个 死亡的人数就增加了2104例 那么还有上一周 就在上一个礼拜 新冠病毒呢 在中国广州第二波爆发 新冠病毒的第二波呢 在中国广州爆发 那世纪的病例人数我们不清楚 确实的病例人数我们不清楚 但是我们从当地的政府怎么样的措施就可以看出来 那个情况相当惊人 但是我们当时正是从当地的政府 他们所做的措施呢 就可以看出来的情况是非常之惊人 因为当局立刻宣布全区封锁 因为当局立刻宣布全区进入封锁 怎么样封锁 怎么样全区封锁 是啊 更加封锁 那么就把当地的火车站啊 码头啊 还有在一个南沙区的高速公路全部封锁 就好像关闭了当地的火车站 码头 以及那个出南沙区的高速公路 都全部关闭 还有那个印宿的地区啊 那个公交啊 叫巴士车啊 还有地铁啊 轮船啊 这些东西通风封锁 还有呢 那些叫做那些公交 那些公交的巴士啊 地铁啊 道轮啊 长途巴士啊 全部封锁 还有写了一个牌子 就是写了一个牌 四个字 四个字 只进不出 只进不出 你进去不可以出来 是的 你进了出去 你进去就不要出来 那还有呢 整个广东省呢 有七个城市呢 一些医护人士 把他派到这个广州去支援 并且呢 在广东省已经有七个城市 抽调了五千六百个医护人员 立刻赶到广州 人数就是五千六百个医护人士 派到那边去 是的 这人数有五千六百名医护人员 派到广州 甚至我们也知道 有些人被隔离在家里 两天都没有饭吃 断了 差不多断粮了 我们都知道 那里有些人呢 被隔离在我家里面 有两天都没有饭吃 所以看到那个情况 是非常相当惊人 我们看到那个情况 是非常之惊人 近来我们看我们美国的情况 更加令人感到很迷茫 近来我们看到 在美国的情况呢 又是令到人家很迷茫的 大家都知道 在上一周 我们这个美国的国立卫生研究局的专家 安东尼福奇 那他有三千多页的这个邮件曝光了 因为这个曝光的这些邮件里面 可以看到他对这个疫情的发生 跟那些怎么样处理的情况 让人家感到很迷茫 我们看从这三千多页里面 那些私人邮件里面呢 就令人家看到新冠病毒的发生 和处理的措施 感到很困惑 也都很担忧 那就是说这个新冠病毒 到底是来自动物啊 或者是来自武汉一间 这个试验呢 试验室泄露出来人造的病毒呢 到底这个新冠病毒是来自动物呢 那时候讲的是蝙蝠 还有呢 是武汉的一个实验室 泄露出来的人造病毒呢 到底这个戴口罩 是为感染者来预备啊 是他感染了以后戴口罩 那么他的这个病毒 不会传给别人 到底这个口罩 是不是为那些感染了病毒的人准备的呢 是防止他们将病毒 传播给没有感染的人 或者为那些没有受到感染的人 戴口罩 指别人的病毒不会传到给你 或者是那些 没有感染病毒的人 戴口罩是不是保护他们呢 到底是怎么样 到底是怎么样 那三千多页的私人邮件 这件事情 我们看了以后 那些人看了以后 告诉我们 觉得很迷茫 不知道 从这三千多页的私人邮件那里 我们看到真的令到人很迷茫 实际的情况 实际的情况 我们知道这个联邦政府的这个人事部 说在这个大概三天前 就是六月十日做了一个报告 我们可以看到联邦政府人事部下 在六月十二十日所说的报告里面 他说联邦公务人员回去联邦办公室 或者场地去工作的时候 可以不要请你打这种疫苗 他说联邦公务人员回去联邦办公室或者场地工作 不需要事先接种疫苗 你就可以进去 以前不可以 现在可以了 以前不可以 现在可以了 还有我们加州 还有我们加州 我们这个加州的州长的牛生说 我们加州的州长劳心就说 他说六月十五号开始就是后天了 六月十五号 对了 劳心说他说六月十五日开始 接候的 那如果完全接种这个疫苗的人 可以到户外去不必戴口罩 他说完全接种了疫苗的人呢 他户外完全可以不用戴口罩 除非你参加那个大型的聚会 那你就戴了 除非你参加一些大型的聚会 那你就要戴 如果你在室内会面的呢 那你不必戴口罩 但如果在室内会面呢 就不需要戴口罩 这样看来 下个礼拜我们在礼拜堂 只有我们大概有二十个人机会 我们不必戴口罩 如果这样我们下个礼拜 有二十个人在教会聚集 就不用戴口罩 真的这样行的话 下个礼拜我们可以回到教会 人生面见面 敬拜上帝 如果是这样讲呢 我们下个礼拜可以回去人同人 互相见面敬拜上帝 那这样呢 就让我们觉得 到底完全接种疫苗的人 不必戴口罩 那就不会感染病毒吗 是不是这样呢 所以这里是一个问题 一定对我们感到是不是 到底完全接种了疫苗的人 不需要戴口罩 是不是就是不会受病毒感染呢 我们还有从以色列方面的消息说 我们可以从以色列方面的消息 我们知道以色列在今年年初一月的时候 我们知道今年年初一月的时候 在以色列方面 他给他国家里面所有的年轻人 打这个疫苗针 那以色列呢 就是在他国家里面的所有年轻人 先打疫苗 他是全世界那些最先给年轻人 打疫苗中的其中的一个国家 他是全世界里面最先给年轻人 打疫苗的一个国家 那到这个上周就是说 他一月上周六月 大概六个月以后 那他以色列的教育局有一个报告 但是在上个礼拜 就是说他们打到六个月之后 以色列的教育局还有一个报告说 他说有很多接种疫苗以后的年轻人 就是六个月以后 他们发展到发展了一些心脏发炎症 他说现在有很多接种了疫苗之后的年轻人 他们发展了一种叫做心脏发炎症 其中有一些人死了 其中有一些人死了 那么这样看来我们美国是不是也要 所有的年轻人都打疫苗 那么是不是我们美国的年轻人 是不是到所有年轻人都要打接种疫苗呢 那我们又再看到 最后我们要问一些问题了 我们现在看到最后我们要问一些问题了 到底这个 接种疫苗的接种疫苗以后 是不是就不会受感染了 到底接种了疫苗之后 是不是就不会受感染 或者也不会受第二波的感染 或者不会受第二波病毒的感染呢 还有戴这个口罩 那么我们这些没有接种疫苗的人 只戴口罩 那么是不是说就会安全一点呢 那究竟是不是做疫苗没有接种疫苗的 没有打疫苗的 只是戴口罩的 是不是会比较安全呢 所以关于我们都知道 这个时代了 关于这个新冠疫苗 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都没有什么正确的答案 所以我们有关于这个新冠病毒的 很多很多的问题都没有答案 就是因为没有答案 所以令人担忧 令人困扰 所以正是因为没有答案 所以令人感到很困惑 或者很担忧 不过我相信全世界的人 最关心的事情是另外一些 但是我们想到 全世界最关心的一件事是 就是说这个新冠病毒 什么时候可以停止变种 就是说新冠病毒 什么时候才可以停止变种 这一场的新冠病毒的疫情 什么时候可以过去 就是这一切的新冠病毒 什么时候才可以过去 我们人类什么时候 才可以重新恢复 在疫情之前的那种 自由自在的生活 我们人类哪一个时候 才可以开始恢复我们以前 新冠病毒之前的自由自在的生活 弟兄姐妹 亚古尔求上帝在他未死之前 赐给他两件事情 亚古尔求上帝在他未死之前 赐给他的两件事 我们也要求上帝在我们还没有中病毒之前 或者还没有死之前 赐给我们两件事情 到底要求上帝赐给我们那两件事呢 到底我们要求上帝赐给我们哪两件事 我想我们现在可以好好地想一想 我们现在可以想一下 好好地想 或者我们崇拜过后 在家里好好地想一想 或者我们崇拜完之后 你在家里好好地想一想 或者在今晚上还没有睡觉之前 好好地想一想 或者在今晚睡觉之前 好好地地想一下 到底要向上帝求那两件事情 到底你要求上帝赐给你 哪两件事 我们同心祷告 我们大家同心低头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是听祷告的神 而且是慷慨失恩的神 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向你祈求 祈求两件事情 在我们还没有中到这个病毒之前 甚至在我们还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之前 求你赐给我们 虽然我们知道有很多事情的发生 但是我们心里是在需要的 知道你会赐给我们 我们像亚古尔那样 勇敢地在你面前祈求 因为这个世界如何发展 都在你的掌管中 我们也深知一切的事情发生 都是走在你的旨意 你对世界终局的计划里面 我们再次感谢 感谢亚古尔给我们留下一个好的模范 怎么样向你祈求 显出我们是一个有智慧 而且对你又虔诚 敬畏你的信徒 我们的祷告 求你随听 奉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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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洪荒与挂念 他的心经人似乎可策动 他每天都有最好安排 不能诱惑起他自爱显明 老夫众他自恋安排 每天知己与我相侵 每时刻自恰恰恰怜悯 我挂导着怨安慰如恼动 他的命违察思与权能 他哭哭他定义彩欲珍负 他的心灵要圣传这些 你日子愈合你两日愈合 这时他恰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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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深信救主所知应不论 我确信主的体贴于安慰 深信实力仍应去不乐空 我们想以不论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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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同心祷告 全能的上帝 天地的创造者 我们随时随地感谢你 那是应当 而且是美好的 喜乐的事 你从一体 造成万国万民 篇布各地 你地上的子民和天使天君 用不止息的歌声赞美你的名 圣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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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善主 满有权等的上帝 几点荣耀充满天地 和身亡于智高者 几世 称之书 圣灾 圣赞 圣战 盎 Fisher 这宗点赞 金被敌达的集中 赞美地 聪过他的仇虎 市民和福密 你 你创立了教会,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的奴役, 用水和圣灵与我们定立新的药。 主耶稣被埋的那一夜, 拿起柄来,触罪了,就抹开,分级门途说, 拿去食,这时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 你们应当如此行,来纪念我。 然后,他人拿起杯来,触罪, 大级门途说,你们都要渴, 因为这是我立新药的血, 为你们也为多人流出,使罪得赦, 你们每逢渴的时候, 当如此行,来纪念我。 所以,为着要纪念你, 在耶稣基督里,胜就了伟大作为, 我们献上自己, 以赞美和感谢, 成为神圣的活祭, 与基督合一, 书让信仰的舞弊。 基督已死, 基督将再来, 将再领。 我们祷告, 主要求你的圣灵表冠我们众人, 和我们眼前的饼和杯, 使他们成为基督的圣体于补血, 借着他的补血的熟会, 我们得以成为基督在这世上的身子, 借着你的圣灵, 使我们在基督里合二为一, 彼此合一, 而且合一服侍全世界。 直至基督在最后得性再临, 我们一同享用他天上的言直, 通过圣子耶稣基督, 与教会中的圣灵, 如所有的尊贵于荣耀, 都归于你全能的上大, 从今时直到永远。 阿们。 我们一起领受这个饼。 这杯我们一起领受这杯, 煮的血。 我们一起领受这个饼。 祷告